因为饰演偶像剧大人割一脚 让演艺事业更上高峰的陈柏林 上个星期到台北市冰江国中演讲 台下同学们近距离的看到偶像 既害羞又兴奋 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 而陈柏林也几乎有问必答 和同学们互动热络 展现十足的亲和力 一进场有如到了粉丝见面会 陈柏林一个微笑白手 同学们拿起手机照个不停 其实我觉得当演员非常重要的东西 他不是学历 他也不是你考几分 而真的是你的人生阅历 应国中导师的邀请 陈柏林首度到校园演讲 谈演艺生涯体会 多感觉你身边的人 先不用说先去感受生命 那么沉重的东西 我觉得是先去感受一下 你身边的朋友 然后多观察 然后多关心 然后多在乎一点 对 然后不要吝啬的去拒绝 人家对你的关心 十八岁在路上被星探发掘 演出第一部电影 蓝色大门便走红至今 出道十年 陈柏林的演艺事业 远赴日本香港 其实生命很难说 你遇到什么样的人 你就会走向哪一个方向 然后一切都是缘分 偶像就是偶像 一开放提问 五花八门的问题统统来 话题离不开 最近爆红的偶像剧角色 李大人 你的偶像是谁 我的偶像是谁啊 我 我偶像很多耶 那个吧 贾伯斯吧 贾伯斯做苹果电脑 那个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这问题好短 答案太短了 三个字 你对陈又欣有什么感觉 我对陈又欣有什么感觉 因为我是陈柏林 我不是李大人 所以陈柏林对陈又欣没什么感觉 全场走动 有问必答 陈柏林展现十度亲和力 掳获台下小粉丝的心 新唐人野台电视 郭云开张明竹 台湾特别报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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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